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6月13日 迫害是三望我们美德的风香 若少了它 求天主不要允许其发生 我们的力量就会消逝 无法正确行事 教会的力量展现最强的地方 就是在那些教会是少数 教友是少数 而且受迫害的地方 因为天主的德能会在那里展现出来 教会能够存在逆境之中 表示教会是靠天主 不是靠有多少教友 资产 权势 在耶稣的宣讲中说 几十人为了我 而辱骂迫害你们 捏造一切坏话 毁谤你们 是信仰他 跟随他 会真实发生的事 电影《沉默》 探讨日本幕府时代 教友为了信仰 而受迫害的意义 他们在接受苦难 和保护更多教友 免于受难中挣扎 各种牺牲展现的美德 令人感动 生命有更深的意义 在自我给予中 见证永恒的价值 在迫害中 教会仍然以某一种形式存在 这些受迫害者 展现出生命力 彰显出 天主比教会还要大 近代历任教宗 都想办法 和各个不自由地区的教会 再度连结 和他们的政府打交道 使教会在当地 能够重获自由 为贫困而受苦的人们服务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地方教会 和普世教会脱离太久 就没有办法 和大公教会共融 电影《沉默》中 那些受迫害教友的后代子孙 现在他们已经失去 活在不知其所以然的 一种形式信仰中 失去和普世教会的共融 中途之长 伯多禄植物最重要的 就是保持信仰团体的合一 这是许多人看不到的一点 许多时候针对教宗的评断 都是片段或局部的 因为批评者并没有理解圣经 和完整的教会观 耶稣告诉伯多禄 我已为你祈求了 为教你的信德不至上师 带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兄弟 迫害下的跌倒并不羞耻 回头后 和坚持活出信仰者 一样能展现不同的美德 以后 在并不可遮大 这首相对 在并不可遮大